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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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方便用家在不需要实线连接电脑的情况下 都可以设定路由器 TP-Link 最新推出Touch P5 无线路由器 特别加入一个4.3寸轻触式屏幕 透过屏幕就可以修改路由器大部分的设定 对于无电脑或冷去用电脑的用家来说非常方便 TP-Link Touch P5 打破无线路由器传统 是机身加入一个4.3寸彩色轻触式屏幕 就算用家无电脑或手机也可以进行不同的试制 机身持有4组Gabit RAM 和1组Gabit RAM 接口 另外持有USB 3.0 和2.0 接口的一组 支援FTP、SMB、Media Server 和Pinker Server 等不同的分享功能 Touch P5 用的Blocker BCM 4709 双核心处理器 而1GHz 时密运作 配合两组 BCM 4360 无线网络晶片 各自负责2.4GHz 和5GHz 无线频段 2.4GHz 部分 以3P3M的方式运作 提供802.11BGN的制式 最高可以达到600Mbps的频室 至于5GHz 同样是3P3M连接 透过802.11AC或N制式运作 最高频室为1300Mbps 加上机身的三组外置天线 令到无线信号传送得更远更稳定 Touch P5 最特别地方 当然是机身的4.3寸彩色轻触式屏幕 可以作出不同的网络设置 在首页会预测显示 当前2.4GHz 和5GHz 无线网络 SSID 数据第二页就会见到 例如辞置运作模式 无线网络 仿客网络 延线限制 当前连接用户 QoS 和重启路游戏等的图示 Touch P5 提供最上用的Router Mode AP Mode和Repeater Mode等 只需入屏幕选择切换的模式 重新启动就可以即时生效 任何运作模式 都可以在无线网络设定里 收购的SSID和密码 还可以再深入设定加密方式 无线网络制式 频道和功率等 如果用家使用Repeater Mode 亦可以透过屏幕选择需要矿展的SSID 网络安全方面 路由器提供仿客无线网络功能 可以设置另一个独立的SSID和密码 和用家的网络分隔 还可以在不影响用家原有的网络辞置下 定时收购的仿客网络的密码 还持有连线限制左家个别装置的连接 提供白名单和黑名单两种设定方式 Touch P5 还支援QoS 功能 可以分配不同频宽使用的优先次序 限制每个用家的上下载频宽 避免给个别程式大部分占用 所有功能都要在路由器的屏幕上完成 不需要依靠电路和LAN连接 就算手机等的装置失联 都可以即时进行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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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